就是這些大型落地門窗上的X黃色膠帶 讓追風者莫格曼忍不住在臉書寫到 臺灣是我去過最會抗臺的地方之一 即使在這裡 也有人會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像用膠帶黏住窗戶 到底該不該在門窗玻璃上貼膠帶 物理老師陳振州分析 從減少傷害的角度來看 有些玻璃門窗確實可以加貼膠帶 至於到底是X 米或是井字貼法 原理都一樣 一般性的這種窗戶的青玻璃的話 它主要功能並不是去強化 它的那個所受狀解的能力 它只是為了要在防護的時候 它如果破裂了 它能夠讓那些碎片不要分件 然後去傷害到我們其他人員 但是如果說家裡面 它使用的已經是一種強化玻璃 甚至是膠合玻璃的話 那麼其實大家就不用去多餘 去做這種貼膠帶的動作 至於要是想減少颱風天意外破裂的機會 加強邊框四個角的保護 效果最明顯 你可以從那個窗戶的四個角落 把它給貼在我們那個窗戶跟窗框之間 讓它能夠整塊的能夠收到一個保護 就能夠防護玻璃最脆弱的四個角落 這樣子能夠大幅度的去降低玻璃破裂的風險 要是真想在玻璃上貼膠帶 居家修繕專家分析 會不會留殘膠才是重點 說那個叫紙膠帶 因為它是紙做的 比較好去除 那如果說我們買防水膠帶的話 它的黏性非常強 第一個你去除一下也有點遲體 第二個可能會有殘膠 颱風防災該怎麼做 觀念對了事半功倍 三立新聞李一號張俊德 台北報導